今年CNE夏日嘉年华 其实已于17日正式开幕了 也成为大众们这几个星期 去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那其实CNE的开幕 也意味着2012年的夏天即将结束 其实如果因为上个周末比较繁忙的 观众朋友们没有来到CNE游玩的话 不如像我们一样 周一至周五下班之后来到CNE 因为人也不会特别拥挤 而且天气也非常凉耍 可以看到微微地吹着凉风 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也可以带着家人和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一起来到CNE游玩 而且今年CNE是新开了一个空中软车 比较适合小朋友游玩 等一下就带你去看一看吧 我们今年CNE夏日嘉年华 从中国唯一特邀而来的一个团体 是有深圳雅特团体 那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新老师 CNE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能不能我知道这次你带这个学生学员过来表演 能不能跟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关于深圳雅特是什么一样的团体 和什么一样表演形式存在的呢 深圳雅特呢 是一个民间式的艺术团体 它的话呢就是靠很多国家 和在国内的很多地方来表演 来生存自己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呢 它的就是说 不管在哪个国家也好 在咱们自己祖国也好 也根据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一些艺术 和国家的要求来表演自己的 雅特就是高雅特别 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 包括自己的中国的 自己的国家 和世界各地的文化要求 我们都可以按照它的要求来表演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已经即将接近尾声了 那闭幕式呢 将会在这个周末举行 如果您因为不能亲自到伦敦 去观赏激烈比赛 而感到遗憾的话呢 那不妨这个周末来到 我们约克大学的Roxel Center 看看加拿大的Rogers Cup 那今年网球公开赛 男子比赛将会在12号 进行它的决赛 会在多伦多举行 而女子的决赛将会在13号 蒙特举行 其实自1881年以来呢 一大批网球明星呢 以他们精湛的表现 让加拿大的观众大饱眼福 那Rogers Cup 是世界著名的 加拿大网球公开赛 是继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和美国公开赛之后 目前最古老的锦标赛 并继续展示它一流的组织水平 这一职业公开赛呢 在加拿大战上呢 也给观众朋友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一些传奇人物 如麦肯罗 比约伯克 罗德尔 阿加西 和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 Roger 费德勒 那我们中国的选手 李娜呢 去年也在多伦多亮相 并且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其实这几年的天气是非常凉爽 而且在这个周末 并不会很炎了 也不会下雨 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不妨来到我们 约克大学的Rexo Center 观看一下现场的比赛 如果呢 想待在家里享受比赛的话 也可以通过电视直播来收看 或者登陆他们的网站 就是RogerCup.com 他们的网站上 也有现场的网络直播 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今天有着机会 应邀来出席第十届万景市亚洲艺术节 请允许我代表总领馆 代表房地总领事和我的同事们 预祝今年的第十届万景市艺术节 能取得圆满的成功 这个万景市艺术节 自2003年成立以来 已经成为当地一个 享有盛名的这艺术节 为广大观众所喜欢所热爱 因为这艺术节不仅容纳了 亚洲各国的文化艺术 同时呢 也让大家有这机会来品尝 来自亚洲各国的美食 尤其是 对啊 今天晚上呢 已经有150多个摊位 有中餐 有韩餐 有日餐 等等 我觉得大家 通过这个机会呢 了解亚洲各国的艺术文化 也通过这个机会呢 来增进亚洲各国人民之间 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 与加拿大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我希望这个活动呢 越办越好 能够吸引更多的 亚裔以外的 主义的人民来参加 能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 亚洲的文化和艺术 那我们现在在这第十届 Taste of Asia上面呢 访问到非常荣幸的访问到 这个加拿大猩猩刘恩 哈啰 你好 谢谢 然后你等一下要上台表演了 是不是 听说是两个小时的 好辛苦哦 总共我自己唱的话 有十六首歌 哇 好厉害 现在已经在set up 那马上就要上去了 好 那你现在其实 应该是不会紧张了 你有表演很多次的 其实紧张 我可能就算开始表演 几十年应该都还会有小小紧张 只是怕观众不能接受而已 没有啦 我觉得其实我也听过你唱歌 也听过你表演 而且是非常好看 而且你的台风也非常的好 那我想知道你今天十六首歌 都不会休息 那这样 你觉得应该 我中间会有三个嘉宾 OK 对那 我自己的话就分四part 那四part 每一part有四首歌 那所以总共加起来十六首 OK那还算好 那我知道好像你这一次 专门为父亲们 好像准备了一首歌啊 对对对 因为上个礼拜是 father's time 那所以我今天想要 以今天这个特别的机会呢 然后来 带这首歌送给 全世界所有的爸爸 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然后专门找人写了这首歌 对 所以爸爸也有这个机会 那我聽說你之前有在中國內地 香港還有新加坡接受過不同的訪問 而且有表演 那其實你自己是一個加拿大人 那其實你之後將來的路程 是focus在加拿大多一點 還是在中國多一點 我經紀人想要做的是 不管我怎麼樣 我就是base在加拿大 那我可能一年要飛個七八次以上 而且好像你現在加拿大粉絲也很多 看到好多好多你的粉絲 我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看到我自己都很surprise 而且我知道你之後跟你相處下 你這個人也非常nice 也非常緬甸 非常有禮貌 而且就不會有那種明星的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跟大家做朋友嘛 為什麼要有距離感 那好像你也快開始 馬上就要上台了 那我們現在就不耽誤你了 也希望等會你的表演能非常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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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WOW TV呢今天已經早早的來到了 我請阿互果果為您準備做這個瓦倫達現場總鋼絲的整個過程 那其實最新的消息顯示呢 他將會在晚上的10點20分左右 從美國的那一頭走向慢慢走向這個加拿大這一邊 而且我們看到其實我身後這個鋼索的長度呢 其實他是長達1800英尺550米 直徑呢是5公分 那他的高度從Nairofollow上面這些高度呢 其實是200英尺也就是60米高的 10點鐘的時候 我們WOW TV呢也會對您進行一個現場的一個轉播 我們也知道安神旅遊文化與體育廳的聽長陳國志先生 來到這邊問他加油做準備了 那希望我們在之後呢 能有這個機會 能為您現場採訪到陳國志先生 看看他的想法 今天是6月15號2012年 真是一個挺好的日子 已經有破紀錄的日子 因為這個Mr.Wallander呢 就能夠過超過100年 今晚呢 他會在這裏行一個降屍 今天是全球觸目的 也有很多人看的 現在我剛剛趕到來 我今天都 多倫多活動剛剛來到 我發覺很多車都排隊 希望一會下面就 人生人海了 希望他今晚能夠走到這裏降屍成功 嗯 其實是好事的 嗯 其實美國那邊的海岸 那邊的地方是比較少的 這邊的遊人 可以看到瀑布 還有周邊是比較多的地方 就這邊的景觀更好一點 沒錯 景觀更好一點 所以這麼多年 很多人經常說看那些瀑布 當然是在加拿來這邊看過去的 所以他在那邊走過來 也好 變成我們 你們都好 你們拍攝呢 是拍攝他 面對走過來 你想想如果在這邊走過去的 你們拍攝的只能夠拍攝的後面 背影嗎 對的啊 現在不是背影而已 所以都是好事來的 那我們今天Walk TV 也來到這邊做一個採訪 做一個直播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 他們非常成功的做完這個表演 也為加拿大安省旅遊業 再來更大的一個推廣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陳廷長 謝謝你來 多謝你增加我們去Walk TV 能夠令到安省、多倫多、瀑布 在世界知名度高了 因為你們是全世界廣播的 希望大家多一些合作 安省會更好 好 謝謝 好啊 多謝 那麼Walk TV呢 這次也親自到達了現場親眼目睹了 瓦倫達走鋼絲的這一創舉 那也非常榮幸的呢 在16號的早上 尼克瓦倫達親自接受了 我們Walk TV的獨家專訪 我希望你會來這裡 希望你會做更多 在 Canada 是, absolutely 會你做更多 會我做更多 喔, absolutely 我會花很多時間來這裡 我還說 我只是說話說 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我的心裡 永遠都會來這裡 在这里 Ik może Libyan 我相信你能够进入最少的一层 如果你有记住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会参加com答案 这位是 Contag, 我希望你能够进去 这位 这位女士问我 是否会使你 能连高一下 我的答案 是 我认为M绝对这位置 我认为我的答案 do you let them like to follow you go you know i would i would consider it uh they all want to do well actually my daughter wants to do it she's nine uh the old my boys are saying ah they don't know but all of them already walk the wire 14 11 and 9 they all can already walk the wire so we'll see but as my daughter yes absolutely as a father i would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else but if they want to do that i'm going to teach them the right way the safe way so that they can do it properly and not get injured is that your the approach of your father the stand you know yes uh you know my the same thing my father told me go to sch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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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if you want to do this fine but at least have the education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at's what i did i went to school and then i decided this is what i want to do when i was 18 i almost went to school to become a pediatrician a doctor uh and then i decided we went and performed a feat that that my family had done back in 1962 and there was an accident two of my family members were killed and one was paralyzed we went back and redid it when i was 18 and it was that point when there was media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re i knew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in my heart that i needed to carry on for my family but until then i was thinking about being a doctor you know i do have a company that's established i produce theater show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one of my dreams is to produce a theater show maybe we're thinking about the name beyond the falls featuring nick walenda right in this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再一次看到空中飞人瓦伦达家族精彩的表演